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觉得自己太现实了 然后你又不想要这样的情感 太现实的情感你不想要 那花旗月下分清明月的情感 好像只能存在你的小说的意境里跟梦境中 这两个都叫梦 就是这两个都不现实 情感真的不是个现实的东西 就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把情感 把情感与物质与金钱名利结合在一起 它也不现实 它不是个很现实的东西 情感就是个浪漫的东西 就是个虚妄的 虚妮的 但是只是大家在情感里有所求 就变得很现实 就是头脑里边还有 因为我看你的微信啊 有诗啊什么 还是比较 就是 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边 只有一份东西是比较细腻的 比较女人类的 比较 就没有突破这个女人的这种心境 女人的心境 女性才会那样想问题 女人就那样想问题 就会写那样的思路 男性一般不会 就算很细腻也不会 女性只会就是想那样 就是那种 说不出来了我也不会 唉 真的是 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太 我觉得说这些跟你说这些有点 底路上的这些东西 对你目前的话 聊聊大家就随便聊天可以 把它当成一个正解对峙 有点多余了 越说得多你想得越多 是吗 他不说你又觉得 你不回答我 你回答他们不回答 就好像偏心你了 但是 你本来就想了 你本来就很多的概念了 很多社群唯一的对峙方法就是 不想 怎么想都做 不想 做不到不想 这就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能做到不想 我不想 吃饱了想 他干啥不想 老子不转 不动 就是不想 喝水 喝水就喝水 不喝不想 就这样 喝了喝水 喝完了 喝完了不想 啥也不想 就从这开始弱 小对小错 小谈 你看有时候一睁眼 我们太聪明了 他丑了我一眼 这个人是个 你看他的气息 有问题 那你又不来了 人家有问题 管我们是不是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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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不是 比自己想 电视机身边的 借无觉知道的人 但是你要是 当老师 你要是说 想弄个理论 你可以去探讨 可以去总结 可以去那 但是 不想 如果你想秀数的突破 这个肯定是不想 快 你以为成佛 圆绝境界是 测万法院 是什么都知道吗 是什么都不知道 大智若云的 他不是装的 是真不知道 知道啥呢 他唯一知道的 就是众生 你的执着 会导致什么梦境 然后知道你执着的 就这样 不是测万法院 万法哪一个月头 万法这个幻境哪一个月头 丑万法院有个杀策的 知道你做梦的 这就是智慧 清醒的知道你在做梦 这就叫智慧 佛这就佛的智慧 这叫做 无所不知啊 这就是 然后他的无所不知是 当然说他也知道你起心论 你这一刻想啥的 那这不是他心头是他就是 因为他是真空 就是你怎么乱想他怎么乱想 因为他就是你嘛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原觉的智慧 他真啥也不知道 他是空明的 就是没东西的脑子 大脑一片空白 简单到不可相信 其心多年没有 是吧 渴了就是渴了 没有第二年 喝水喝饱了再不想 就是那样 啥也不知道 你说你知道点啥了 那你肯定无名 我知道点女的什么样的无名 我知道男的什么样的无名 我知道爱情是什么样的无名 知界立志即无名榜 我知道生死了无名 我知道佛写无名 你还知道点啥 冤雪能知道啥 六道周深各有各的执着 然后在里边做梦 然后推出一大 勾进梦境推出一大堆道理 是啊 佛就是知道六道 每一个都在空性里执着 执着执着成每一道 佛就知道这些 你执着在哪里了 你看你做了啥梦了 你下一个梦会继续做啥 你会龙转的 这就是佛知道的 至于你每一念之间十八个念头 在那起心动一样乱想 佛还又知道了 是吧 就算知道 因为他就是真空 他怎么能不知道 真空就是他就是你啊 他寿解可以知道无量无边周深乱想 而且每一个小的念头他就知道 因为他就是无量无边周深 所以如果有他心痛了 他只知道他 可能顾不上知道他 但是他是真空 他可以同时知道所有的 他一念之间 同时知道所有的在想啥 这才是真空境界 这叫圆圈 但是你那些乱想 他知道有啥意义 所以他不会那样子看你那些乱想的 他只是说 你还是没出轮回嘛 这就是度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是佛呀 成道老妇 策外法也无所不能 啥也知道 也觉得啊 也觉得 因为我们无名 因为我们无名 啥也不知道 佛是啥也知道 佛真啥也不知道 我们才是懂得多的人 我们各种知见 各种懂 不管你学中医西医 不管学到任何时候 空险证件始终在上 知道吗 你中医 你懂就说我都中医 我都西医 我都拯救 我都气脉 我都什么 有啥 你学到地医 国险 到最后你正如圆绝的时候 你坐在那儿 他就那点执着 真空里边哪有东西 哪有气脉 你坐在那儿看看他就好了 真的是 只是我没正的 你睁着眼 你看他眼 他就过去了 只是众生不信这一点 所以他拿真似 给众生看看 要个形式吗 众生主要形式的 佛还有那样子 给众生个形式 给众生个医子 是吧 众生永远不知道佛无处不在的 所以他才会变化 各种化身 出现在众生面前 就是医子相 医子症 医子症 医子药 医子什么 都是心病 你这个 你这个学了 气脉 你这个六 这不是一耳鼻舌声音 这是人吗 你这不是现在 研究这个人吗 一耳鼻舌声音 那你是个真空 这个六入往哪入告诉我 没有平台往哪入啊 你觉得说点有用的吗 我就按这个道说 人道说不是真理啊 你有啥意义 是吧 你往哪去 告诉我你是真空的 你这个六入进了 去哪了 根本就没有 无一而彼舍声 就不断地这样子听 你解脱了 你还用去什么修觉疼吗 不是啊 你真的信的话 你就这安住在这个界地上 你就解脱了 你是真空的 六入就没入的地方 如果你有个虚空 都有六入 真空怎么能有六入呢 一耳鼻舌声音 往哪钻啊 耳入也入 往哪进啊 进哪里啊 有个进错 不是有个虚空啊 你有个空向 你才有六入 你破不了空向 你各种执着 没有六入 无一耳鼻舌声音的境界 如果出现你治病 绝对不严 你还学真相 拿个这个小杖拿着 就是给周生做样子的 那真的是无违法 你不学第一地了 还不学这无违法 有违法制的东西 总是有限的 它治不了生死大病 总是治好这个 损了那个 然后这个好了 那个又得了 永远就能进去 永远就能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